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 从今天开始由我在功夫者平台为大家讲解咱们的菲律宾短棍技术 菲律宾短棍呢,现在流传的是三个体系主流的 一个是咱们现在要教学的Escrema体系 还有一个是卡丽,还有一个就是埃里斯 那我们要教学的这个Escrema体系呢 是一个流传在菲律宾物宿地区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流派 咱们在学习菲律宾短棍之前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选择一根适合自己的棍 那么我手里面这根棍的话是比较适合我的 但是不代表它适合咱们每一个系列的朋友 首先我说一下菲律宾短棍的正常的标准尺寸是70厘米长 然后宽度呢,直径 它的直径是2.0至2.5左右 像我自己呢,我的手因为比较细 所以我用的是2.2的版本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掌的大小还有手腕的灵活度 选择自己适合的最舒服的那个直径 最好是不要超过2.5厘米 最好是不要超过2.5厘米 我推荐2.0至2.5之间 握棍的时候 第一这里有一个比较容易常见的错误 就是握棍的时候会容易握到棍尾的最末端 我们要握到棍尾的末端 然后上面,自己的一个拳头 自己两个拳头的位置以上 这个位置是最舒服的位置 为什么呢?我们要空出一个棍尾 这个棍尾是可以用来击打的 除了我们的棍间还有棍中 是可以用来作为击打点的和防御的 我们的棍尾也是可以用来作为击打和防御 甚至搅棍的 所以我们握棍的时候 不要握到棍的太下端 一定要空出一个拳头的位置 这样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防止我们在 比如说用力的挥棍的情况下 把你的棍子给甩出去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理 首先我们拿到棍的时候 我们的棍 在我们在学习或者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棍有两种握法 第一就是双手握到棍的两头 然后自然下垂然后双脚跨立 然后我们还有一种常见的站姿 叫做我夹棍式 首先我们右手持棍 放到我的左手的叶下 同时左手从棍和右手之间穿出来 然后搭到我们的右手 同时往下压 这个叫做夹棍式 现在我们讲菲律宾短棍的礼仪 礼仪很简单 现在我们做一个示范 就是我们的左脚 往右脚靠了我们并步站立 然后我们右手持棍 然后手臂水平与地面保持水平 然后棍贴到我们的左胸 然后轻轻向前面鞠躬15度 好 现在我们讲一下菲律宾短棍的热身 如果我们要做热身活动呢 我们首先要准备两根棍 左手拉棍 然后首先向前做一个立圆 然后环绕 刚刚是向前 现在我们可以向后来重复这个动作 开点难度 刚刚咱们是两个手同时向前 或者同时向后 现在咱们可以一个向前一个向后 正反的环绕 好 首先我们左右手抬平 做一个正反的环绕 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做一个左高右低 然后右高左低 然后交叉 前一后 交换 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原肉身 主要是为了锻炼咱们手腕和肩关节的配合